Hello,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尼国栋,我今年24岁,然后我来自中国云南,我大概四年前来到了荷兰,然后是因为一个二加二的项目,结束了本科的学习之后呢,我工作了两年,然后之后我决定加入Nenor,我选择到荷兰来留学,因为首先我自己个人,我非常的喜欢北欧的国家,然后其次呢,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我觉得荷兰相对于英国还有美国来说的话, 他的教育的质量是属于世界一流的,但是呢,他的学费却比这两个地方要更加的低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听说Nenor的大学,所谓Nenor University,是在去年的一次活动之中,我听人提起过这一所大学,因为它作为一个商科学校来说,在荷兰非常具有名望,然后呢,我就抱着好奇的心态,参加了一次周末体验, 在那个活动之后,我又对整个校园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也真真实实地体会了就是在校园里面生活是怎么样的,之后我跟招聘的官员咨询了一些课程相关的议题, 然后我个人感觉就是他们的课程设置,包括师资力量,所有东西都非常符合我自己对这个Master的一个希望,所以最后我选择了Nenor的大学,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来进行自我继续深造,并且校园的环境太优美,比其他一流的商科大学要好很多很多, 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在荷兰生活的话,我个人觉得非常和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超过90%的人,他们都能够运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去进行表达, 对外国人的接受程度很高,他们非常鼓励不同的文化去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之中,然后大家也非常鼓励外国的国际的学生去参加各种各样本地举行的活动,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一起吃饭,经常会询问我们的感受,待在这里的有没有什么困难, 所以我个人感觉是每个人都非常的热心助人,而且你在这边也能够比较快地融入这个群体之中,最后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大家会鼓励你去争取很多的机会,来更多地认识自己,展现自己,挑战自我,成为创新的先锋,荷兰在等你。